Hello YouTube 我是黎Sir 我們這條影片是講中四的第四課書 Example 4.8 Level 2的題目 我們現在要看一下這個圖先 大家準備螢光筆的重點了 因為它說有條梯 這條梯 這個都是經常考的題目 DSC都考過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 它說這條梯是10米 記住這條梯的長度是指這一段 這一段 我無法記住 用一支圓筆 用一支圓筆 這一段的長度是10米 不是說這兩個XY 它就說現在 它靠在垂直的長那裡 90度 這樣就90度 它就說 Distance of the lower end 就是下面這個位置 就是距離的長度是X那麽多米 OK 而這個高度 P這點去到地下 就是Y那麽多米 看圖都知道的了 那它說呢 是在T的時間那裏 就是 就是當然 不同時間可能就有不同長度了 那爲什麽會這樣呢 你看一下吧 首先它叫做show that A part 它叫做show that Y都是開方筋100 100 100 減X二次 很簡單的 不是定理就做到的了 所以你看到下面A part就是不是定理 X二次 加Y二次 十幾二次 然後移位 tourist 就是向著牆 就推 就以這個0.5m per second 就推 那它沒有說是否constant 你當它是constant 就是它是就這樣慢慢推 那你想像到這條梯如果這樣推的話 那條梯會怎樣呢 那條梯會怎樣呢 那條梯應該會高了 是不是 會高了 OK 而這裏就會短了 那然後呢 那然後呢 你會看到呢 那情況會怎樣呢 它現在問的問題是 它現在問的問題是 它現在問的問題是什麽 它問的問題呢 就是 它問的問題就是 它問的問題就是 當那個 T的距離是6米 這個時刻 在這個時刻 在這個時刻 找回pd點 的移動的速度 的rate 向上移動 是moving upward 還是向上移動的rate OK 那這就是問題 好 其實很簡單 它已經幫你開了 那條梯的了 因為y 其實它要找什麼 Rate of 講的距離 moving upward 就是找D D YDT 因為向上移動的速度 或者是說Y的距離 OK 而它給了這個M0.5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DXDT X的改變 但留意 這個很小心 DXDT 它說是0.5 但其實不是0.5 是負0.5 為什麽是負呢 因為X是說 在說 從長度 去到Q點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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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它將Q向著牆推 那就是X在減少 X在減少 所以速度是在減少 可以嗎 是在減少 所以你要加一個負 如果你寫正 就完全錯了 OK 那你找DYDT 就是D這條式 D它 D它 D之後 你就會發現 用那個 拋污 D然後會有一個分數 DXDT 記住不要漏DXDT 因為漏了之後 沒有了問題所在 沒有了問題所在 DYDT 那 就代入 就是剛才說的6米 DXDT是-0.5 那就是0.375 即是說 速度就是0.375m per second 都正在路 因為是正的 是正的 那就向上移 如果你沒有代過 如果這裏你不是代負的 就是這個位置 你不是代負的 你代正的話 最終會計到一個負數 那就不合理了 因為明明那些 明明那些 應該向上移 應該這個Y的長度 會抵增的 這個Y的長度 會抵增的 那應該會得到的Y 應該是正的 所以應該是正的 所以應該是正的 可以嗎 那大家可以照著這個例子 做4.8這個practice 還有 exercise 1.7的題目 影片就到這裏